政府雖然不鬆口 但是台電以每度10元天價的金額 向民間購電買保險 現在連備轉容量的標準都要下修 供電充裕的綠燈 從原本的10%打算下修到7% 等於是把黃燈改為綠燈 台電更被抓包購煤的預算 暴增了2.6倍 超過1732億 專家分析 未來的電價一定還會再調漲 台灣電力缺口到底有多大 在台電以每度10塊錢的天價 向民間購電買保險後 現在更連備轉容量都要下修 原本備轉容量率在10%以上 才算供電綠燈 6到10%為供電吃緊的黃燈 但傳出台電卻打算 把黃燈變綠燈 只要備轉容量有7% 都算電量充足 怕喊缺電改燈號標誌 這是什麼樣的鴕鳥心態 把頭埋在土裡面 就以為沒有缺電了嗎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你就乾脆全部都開綠燈好了 一部大型金屬叫 其實它對於費轉容量影響 就有可能到達3% 海生7% 你如果一下子少掉3% 你不是剩下4%嗎 你按照以前的標準 就叫做供電警戒欺騙民眾 網友嘲諷廢核就是會缺電 政府還想騙 台電還遭踢爆 疑似增加燃煤比例 台電購明預算 從去年的650億元 今年調高到1732億 整整暴增了2.66倍 跟核電相比 核電發電成本一度1.43元 燃煤一度4.54元 相差了3倍以上 台灣恐怕進入高電價時代 從去年到今年 燃煤的價格一直都沒有下來 電價一定會再調整 不只傷核包 更傷的恐怕是人民健康 在也吶喊 台灣今年夏天 就怕民眾得忍受缺電 高電價以及商費危機 記者黃明君王 知恩太太